今天要是不站火車站前面的話我會生氣喔 好氣喔 今天沒有躲到他 超故意喔 真的沒想到被擺了一道 竟然給我跑去擺服車站 招招手 我們台點還是必須保持行政總理 好 我們今天的直播已經到八點了 那我們就到這邊為止 原廠可以跟你拍一個照片嗎 可以啊當然 來 猜量行動 差你一票 大家加油 今天要是不站火車站前面的話我會生氣喔 我真的會生氣喔 連續兩天 我們都還是有一些比較不理性的行動 昨天有一位男士 突然亂入 然後呢要直拍 但是當我進去鏡頭以後 他又喊他自己所支持的口號 那我覺得這樣子進去的一個接觸 其實都是一些不理性 可惡 好氣喔 不在這邊 好氣喔 好氣喔 沒有今天沒有躲到他 明天再去賭 明天再去賭 超故意喔 我本來今天很開心 想說可以來拍拍他拿一個小本伯 結果他竟然跑去擺我 真的沒想到被擺了一道 回家睡覺了我要回家睡覺了 昨天被嗆了啦 昨天被嗆了 所以他就跑丟了 我明天再來賭 竟然跟我跑去擺服車站 今天這一局就算是那個 謝國良贏好了 算你厲害 超遠的啊 坐計程車去太遠了啦 對啊 太遠了 去那邊來不及了 下次再去 今天算他運氣好 我們去吃早餐 真的不講武德耶 我要去吃早餐了 今天可以跟你打一個小本伯 好好好 可以啊當然 來 猜量行動 差你一票 大家加油齁 猜量行動 差你一票 讚 讚 今天可以跟你打一個小本伯 來 猜量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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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我是陳俊涵 台湾國的理事長 今天 因錯陽差 早上 這個時間 謝國良就這麼打招 所以 哎 等一下 這個時間 謝國良就這麼打招 早來回家 早來回家 其實是不辦正事 一些要緊的事情不做 市政荒廢 其實是 晚上做很多農會 我們吉人市民 納稅前的事情 阿拉哥你是特別過來的嗎 沒有 我本來就帶吉人 我吉人 我現在要去台北上班 所以看來謝國良在這裡做這種不良的示範 一定要代表吉人市民 對標示我們的不願 特別也就這個機會 提醒我們的吉人市民 這邊 罷良的行動 其實 換起來 是很多的艱難 但是大家不要灰心 繼續加油 繼續努力 咱相信 公民的力量 一定可以把一個不良的市長 改罷免了 早 早安 大家上班辛苦了 早安 謝謝 有一個帥哥 跟市長 照照手 我們台演還是必須保持行任總理 好 大家早安 以後每天早上七點 我會在線上 來問候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然後呢 也跟大家請安 然後也問問大家 目前在忙什麼 是不是在準備上班上課的路上 然後呢 也請大家分享我們的早餐 早餐吃什麼 喝什麼 早 早安 大家上班辛苦了 早安 謝謝 謝謝 有一個帥哥跟市長 招招手 我們台演還是必須保持行任總理 好 我們今天的直播已經到八點了 那我們就到這邊為止 那明天我們再繼續的在我們的這個通勤時間就是七點鐘到八點鐘來跟大家來繼續問好 那我們現在要去吃早餐了 也請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大家平常早餐吃什麼 謝謝大家 我真的沒有辦法再讓他繼續做下去了 換你要越換越好 那好歹也換得差不多了 怎麼可能會越換越爛呢 這一次謝國良實在是太離譜了 我在這邊住了八年九年了 跟女后商市場差太多了 根本就是兩個世界嘛 完全無心事政 買那個人家八年報廢的公車 過過了我花了二十幾億 到底是在搞什麼東西 五十億嗎 然後去購買中古公車 他的選擇就是非常匪夷措施這樣 他當立委的時候出席率就已經是最後一名 他現在當基隆市長滿意程度也是最後一名 就是這種人為什麼我要讓他來當我們的市長 對基隆人沒有任何幫助啊 還要表達說我有做事情喔的那個感覺 以基隆人的角度而言 我當然是覺得他非罷不可 因為他把基隆搞成這個樣子 草皮市長 歡迎收看這集的486的最明調 罷良反國會擴權 我們看當地基隆市民怎麼說 我年紀很大了 這次最亂 擴權的太厲害了 我是基隆人 支持這樣的行動 基隆人喔 過去都不敢講他是基隆人 建設很差 那只有這8年來 林佑昌建設的最好 我們敢說我們是基隆人 但是現在出去啊 都會被問到說 你們的基隆怎麼會變成這樣 林佑昌市長所做的很好的建設的收尾 都隨便收收這樣子 執政不管是誰 那是一個接力賽 要做得很好才對 對 民進黨喔 86位下來 判民進黨 那51加6就57 就大家不用這麼辛苦 五錢即一錢 把所有的權利都變成立法院 比法官大 比檢查官大 要叫隨機就叫隨機 所有的人錢都沒有啦 韓國瑜這個要罷免 基隆市一個謝國良罷免不下來 他哪有政策 他哪有政策 轉運到那個 那都是林佑昌做的 我們住基隆的人 你有做什麼 我們人家都知道的 跟不了的啦 這一次謝國良實在是太離譜了 我在這邊住了八年九年 跟林佑昌市場差太多了 根本就是兩個世界嘛 完全無心事政 買那個人家八年報廢的公車 過過了我花了二十幾億 到底是在搞什麼東西 判不到啦 到處都需要改進的地方 都沒有做 補那個草皮 實在是搞不清楚 最近我看到那個花圃 又在刷油漆 刷那個花圃的油漆 不知道要做什麼 不是任那 就把機會讓給別人了 我藐視把人推下講台的國會 好不容易才去跟國民黨 要了一些黨產回來 結果他們現在又 開始又把它弄回去 這個不叫改革吧 這個叫倒退吧 從二三十年前反和 然後一直到 三一八之前的那次反和 輕鳥這樣子一路下來 而且說 雖然很辛苦啦 該做還是要做 很想要問台灣人一句話說 願意為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付出些什麼 經過那八年 你怎麼還有辦法忍受謝國良 做這些這麼荒謬的事情 人公草皮 然後在大馬路上 你要讓你的小孩子 在大馬路上玩耍嗎 租民的那個裝置藝術那個標縮啊 那麼多人啊 像雨天撐傘那個 那真的就是我們基隆的意象 看到那麼多人 然後在那邊玩耍 帶小孩子在旁邊那邊野餐 我真的很感動 結果謝國良才當選沒多久 他就不如去跟人家租借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 再讓他繼續做下去了 換你要越換越好 那好歹也換個差不多的 怎麼可能會越換越爛呢 老百姓真的一定要站出來 對 基隆人真的要加油 謝國良的美學很醜啊 你沒有看到那個地下套 布那什麼草皮 文化中心前面的獅子 弄成那個奇怪的顏色 大魯閣的東西 直接複製過來到文化中心 國光客欲後面那一棟 好不容易落成的 一直都還沒開 我比較氣的是他中原季沒有出現這件事情 中原季身為一個基隆在地超過160年的文化 你即使是一個不拿商的人 我想身為一個市長應該也要尊重跟他信仰不同 跟多元文化這件事情 最讓我爆掉就是Net的事件 哇原來把一個場牌 置換到東岸是一件這麼容易 很粗暴很無力啊 哪裏符合程序正義了 開什麼玩笑 目前最扯的法條我覺得是 藐視國會罪跟反質詢 因為其實反質詢的定義非常的不明確 還有藐視國會罪其實是 不只是對於政府官員 其實是對於一般的民眾 只要你跟社會有產生關係 立法委員可以開個委員會 然後來定你的罪 我覺得立法委員他們跟法官是不一樣的存在 並不能來擔任這種仲裁的責任 之前也有想要把那個罷免的門檻再提高 又想要護航現在的可能謝國良 我覺得都非常不合理 你也是基隆人 對 我是基隆人 他一開始最知名的那個選舉的支票 就是每個基隆市民要送Go-Go-Ro 現在變成電動機車 花了27.5億 他其實就會壓縮到我們其他很多別的預算 基隆市區這麼小 難道不應該增加的是公共建設 或是其他的交通設施 反而是送一人一台這種個人的運輸工具 我就覺得很不合理 他最近也有一個還蠻不合理的事 就是50億嗎 然後去購買中古工車 他的選擇就是非常匪夷措施這樣 他當立委的時候出席率就已經是最後一名 他現在當基隆市長 滿意程度也是最後一名 就是這種人 為什麼我要讓他來當我們的市長 我一個基隆人看來 我覺得他並不是為了基隆跑 包含那個什麼跑車嘉年 他是拿自己的興趣來做基隆的市政 根本是他在做個人的里程飛 而對基隆人沒有任何幫助 他在表達說我有做事情的那個感覺 以基隆人的角度而言 我當然是覺得他非罷不可 因為他把基隆搞成這個樣子 草皮市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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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